养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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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白白给我们一个好身体 不是让我们白白来浪费的 好好使用我们的身体 就是最好的养生 在中国古代 文人很大程度上 起到了一个通才的作用 就是什么都能干 也就是说我非常直接的要提醒各位 高莲不是一个专业医生 如果出现什么具体的机患 请去专业的医生那里得到指导 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去就诊 养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被重视的 什么时候被异常重视的 我自己的理解是在秦汉 特别是在汉潮 你说活得特别长 是不是一件好事 说实话 我在医院的观察告诉我不是的 养生 秘诀 管住嘴 卖开腿 多喝水 讲讲高莲的尊生八尖 为什么我们要讲高莲的尊生八尖 说实话 这本书我重读的时候 我也忽然问了自己好几遍 为什么要讲这本书 无论是从表达在当下 理解在高处 生活在边缘 似乎都有不合适的地方 这是我重读之后的感觉 而且是很重的感觉 在讲述的过程中 我会跟大家一一说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到最后说 那咱们就留下这本书 还是要讲讲这本书 主要的原因还是非常清楚的 这本书讲的主题非常重要 什么主题 两个字 养生 这也是我推荐大家读尊生八尖 第一原因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重视养生 我们要学习高连 对养生的重视 养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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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在老天把身体通过父母交给我们 老天白白给我们一个身体 不是让我们来白白浪费的 那让我们来干什么呢 让我们来好好享用我们的身体 老天通过父母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是需要让我们来好好享用的 另外用来干什么 是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让我们和其他小伙伴一起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所以说老天白白给我们一个好身体 不是让我们白白来浪费的 是让我们好好来使用的 刚才我说的就是养生的药益 好好使用我们的身体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 尊生八尖 我给大家讲课的精髓 就是好好使用我们的身体 就是最好的养生 老天白白给我们的身体 不是让我们来白白浪费的 如何不白白浪费 如何好好使用我们的身体 就是养生要讲的精髓 所以借着这本 我不是很瞧得上的书 跟大家讲一个 我认为非常瞧得上的 非常重要的题目 养生 第二个原因 我们为什么要讲 为什么要推荐各位看 尊生八尖 是因为乐活 美好的生活 快乐的生活 乐活 吃喝嫖赌抽 坑蒙拐骗偷 里边有很油腻的成分 但是里边也有很美好的生活 法律 道德不允许的事情 我们不做 在这个底线之上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还能很美好的 很快乐的生活 比如说吃 第三个原因 我们为什么要来讲尊生八尖 我为什么推荐各位读尊生八尖 是因为尊生八尖 花了挺多的篇幅 讲 恋物 好多人说物质文明不如精神文明 我现在的观点是相反的 精神文明要附着于物质文明 物质文明要先于精神文明 仓领时支礼节 吃饱了 社会安定了 才会开始想一些有的没的 才会追求美 追求跟平常日常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 有魂的东西 有精神气的东西 那才是精神文明开始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尊生八尖 尽管这本书写的泥沙巨像 因为我认为养生非常重要 而且很想借一个机会跟各位聊聊养生 第二 因为他讲了人类可以如何美好的生活 如何快乐的生活 即使不破坏法律 不破坏道德标准 第三 他讲了恋物 在人世间 在地球上 恋物很有可能 比恋爱还持久 还靠谱 还守得住 还自由 还方便 恋物有可能 比恋人更重要 比恋爱更容易 至少恋物是恋爱的特别好的补充 就像有些女生讲的 没有什么心烦是一个包包治不好的 就像我这样的一些文人说 没有什么心烦是半瓶好酒和半不好诗解决不了的 推荐大家读高莲的尊生八尖 养生乐活 恋物持续过好这一生 这本书呢 写在四百多年前 具体多少呢 四百三十年前 公元1591年 出版正文十九卷 目录一卷 总共二十卷 所以我跟大家说 所谓的读万卷书 并不是读一万本书 很有可能 你读大几百本书 读一千本书就够了 因为古时候一本书常常有好几卷 甚至十卷几十卷 甚至还有像资质通鉴的接近三百卷 所以大家虽然要努力去读书 但是不要被万卷书这个数字所吓倒 很有可能你认认真真读几百本经典 读一千本左右的书 这辈子就差不多了 你就已经是个饱读诗书之人 尊生八坚 高龄 全书呢 分为八部分 所以他才叫八坚 这八坚都是哪八坚呢 不是吃喝嫖祖四坚 不是奸臣的坚 如果用我这种金字塔原则训量很久的脑子 我用结构化的区分给大家分 那就是分为养生 乐活和恋恶 乐活呢 包括吃 包括享受四季 养生呢 包括你不得病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得病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以及给你治病的一些药啊 方式方法呀 一些处置手段呀 等等 恋恶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 你能喜欢的 对于尊生八坚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两个字 一个词 养生 这本书出版之后 长销不衰 被很多人所追捧 甚至被一些皇亲贵族所追捧 类似康熙皇帝 慈禧太后 张学良 宋美玲 等等 身边 厕所边 床边 车里都扔了一本 尊生八坚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历史上的达官贵人 皇亲国戚 都是很想活得长一点 活得好一点 这是不是很好的理想呢 或许是的 但是呢 我不得不说 人类进化的还是挺慢的 中国 现代化的进程 也是挺慢的 历史传下来的一些东西 还是根深蒂固的 我不得不说 达官贵人 皇亲国戚 这些人的见识 其实也就那么糟了 我为什么有刚才的凯探 下面说重点 在讲这本书 我必须要强调的重点 就是养生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我推荐大家 仔细考量 认真实施 就去这么做的 而且推荐各位 也帮助身边的人 好好形成好的生活习惯 把日子过好 既然来了一趟地球 就好好的享受 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用自己这个肉身 这个肉身几乎是你唯一的 不可挑的一辆车 一个机器 那把它收拾好 接在你手上 在你有了意识之后 请你好好对待它 你有可能接手了一辆 很完美的肉身 也有可能接手了一辆 不那么完美的肉身 但是你我的工作 就是管理好它 没有完美解决方案 但一定有最好的 在限制条件之下的 最好的方式方法 管理好自己 用好自己 这个我要反复强调 养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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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我要反复强调 高连本人并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在中国古代 文人在很大程度上 起到了一个通财的作用 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都能干 你让我帮你拜个佛 我也帮你拜个佛 你让我帮你拉个梅 我也帮你拉个梅 你让我跟你说一个商业模式 我也跟你说一个商业模式 你让我给你写副对联 我也可以写副对联 你让我画个符捉个鬼 勉勉强强 我牵着个黑狗 拿着个桃花剑 我也能过去干一阵 但是问题来了 我并不专业 我刚才说的我 就是中国历朝历代 在封建王朝里 那些士大夫 那些文人默克 养生 中医 在他们这里也是一样 他们是通财 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 原则上不会差太多 但是具体操作 细节等等 他们不是专业 也就是说 我非常直接的 要提醒各位 高莲不是一个专业医生 高莲给各位 在尊生八间 提出的各种药方 各种药物 各种临床处理 听好啊 请各位 不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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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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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会问我 我们怎么办 如果出现什么具体的积患 请去专业的医生那里 得到指导 请去专业的医疗机构 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 去就诊 明确诊疗方案 我说好吧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人士 和专业机构去处理 把尊生八间 把高莲的尊生八间 只当成一本贤帆的书 贤帆的作为一个通才的文人写的书 贤帆就好 有意识就好 知道养生这个意识 知道乐活这个意识 知道恋物是件美好的事就好了 听好啊 专业疾病问题 请去找专业人士到专业机构去就诊 不要看尊生八间 不要听尊生八间之后 就去看尊生八间 就照着尊生八间开出的方式方法药物去执行诊疗工作 不行的 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西方科学已经解决了很多医学上的核心问题 当然没有解决的是更多的 但是已经解决了很多可以通过寻证医学做出很好诊疗的事情 那为什么不去相信科学相信专业呢 所以真的有了机患 请去专业机构找专业人士去诊治 这是不能用尊生八间里边给出的建议 我认为我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题目 提出了美好的概念 但不是一本专业书籍 请各位把这本书当成贤书来翻 在这个前提下 我讲起来就会更放松一点 说的更加坦诚 简单 阳光 直白一些 中国文化有很多人讲 有很多人谈 也存在了这么多年 但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的核心是什么 读高连的尊生八间之后 我进一步确认中国文化的核心 至少至今为止的中国文化的核心 就是养生 尽量多活 这是第一要义 活得越长越好 活得越久越好 活得比别人都长最好 活得周围认识人都死了 我还活着就特别特别特别好 活着是第一要义 活着是最重要的东西 活着是压倒一切的原则 从这个角度看 于华的活着之所以变成一本 常销书 一本经典的常销书 起名起得好 看世界其他文化 我似乎没看到 这么热爱活着 这么活着至上的文化 我看到的不少文化 他们期待来世 期待死后可以进天堂 而不是地狱 有些是期待 这辈子过得快快乐乐 有些是期待 这辈子能做些贡献 能赎一些罪恶 我几乎没有发现 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 把活着 活得特别长 当成非常重要 至高无上的使命 当成文化的核心 我似乎没见到 有可能 我见识少 孤陋寡闻 我没见到 活着 尽可能多活着 尽可能活得长 第一要义 你看过去中国的历史 王朝更替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是外族入侵 过来一个 非常没有文明的 非常强悍的蛮族 把中华大帝 蹂躏了一遍 亡国了 幸好还没亡种 亡国了 还有一种 就是吃不上饭 吃不饱饭 实在要饿死了 那按陈胜吴广的话说 等死 死国可乎 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 肯定更对了 一样是死 反正是死 那我为什么 不为了国家去死呢 我为什么 不推翻 现在的暴政 我自己当皇上呢 还有一种解释呢 等死 死国可乎 就是与其等着死 那还不如为国而死呢 咱就打一仗 基本脱不开这两种王朝更替的形式 要么外族入侵 要么要饿死人了 除死之外 古话说 长话说 用我妈的话说 家里有颗葱 绝不往外冲 只要能吃饱 能基本穿暖 不动死 不要饿死 不要冻死 社会就一定能平顺的往前走 为什么 核心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讲究活着 讲究活得长 追求活得尽可能长 长生不老 道教是中国的国教 中国本土长出的东西 佛教不是 儒教从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个教 道教核心的核心就是长生 什么是长生 就是活得长 我也经常想 为什么 这是不是我们最古老的传统 是不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 其实不是的 你看朱子百家 很少讲养生 多数讲的是帝王术 讲的是统治术 讲的是管理 讲的是人和人如何相处 讲的一个人如何在社会上生活 在地球上失忆的戏剧 很少讲养生 孔子讲的就更少 老子其实讲的也不多 他更多的是讲的统治 庄子讲的也很少 他更多的讲的人身心如何获得自由 在一个油腻的世界里 在一个油腻的群体里 讲的是这些事情 其他的法家纵横家等等 讲的是杀伐战取 讲的是如何统治 讲的是如何斗智斗勇等等 这些东西 养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被重视的 什么时候被异常重视的 我自己的理解是在秦 汉特别是在汉朝被建立起来 汉朝奠定了汉族文化 汉人文化 中华文化 最早的几块基石 我也在想 为什么不是夏商周 不是春秋战国 而是秦 汉特别是汉 奠定了以养生为核心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明 中国文化 原因也不是没有 夏商周 我不得不说 社会进步 有限 生产力 有限 大家 太不富足了 几乎 就是 两组人 一组人很少 就是所谓的统治阶级 皇族 贵族 贵族及旗以上 另一大堆就是老百姓 非常多 哪怕风调雨顺的年景 大家勉强温饱 风不调 雨不顺 有点灾 那大家吃饱肚子 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生活很一般 到了春秋战国 虽然有了铁器 有了大范围的灌溉等等 但是 你不得不说 那时候战乱频繁 不是打仗 就是饥荒 稍稍的和平一段时间 那接着又打仗 到处都是战争 到处都是宫斗 在那种环境下 你很难讲养生 你还没养呢 刀子就架脖子上的 你正生的 一刀砍到你脖子上的 脑袋掉了 那还养个啥生 秦朝之后 汉成秦制 就是汉按照秦朝的制度 接着往下执行 但是执行的更笃定一些 更中庸一些 更平和一些 开始提倡皇老之学 就是皇帝之学 老子之学 庄子之学 开始养生了 为什么呢 天下成平 日子好了 生产地 生产地 得到了恢复 技术的 应用 特别是 铁器的使用 灌溉的使用 一些 种子 农业技术 和天文知识的应用 让大家 有了 鱼粮 不仅地主家 有的鱼粮 很多 农民家里 也剩下口东西 同时国家越来越大的 出现了一组 有脑子 的人 这组有脑的人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 士大夫阶层 所谓的读书人 所谓的士 这个阶层干什么呢 这个阶层就是 儒生官僚机构 官僚机构 帮助贵族来治理 广大的天下 众多的百姓 过去只有贵族 只有老百姓 老百姓 你可以把它定义成奴隶 可以把它定义成群众 只有这两个阶层 到了秦汉 特别是汉代 中间的官吏阶层 读书人士大夫 开始出现 壮大 并且有了相当的分工 自从汉朝以后 大家有了闲 有了钱 钱是广义的钱 有了钱 有了闲 开始 开始什么 开始创造美好生活 那生活一美好了 对于相当一部分人 生活美好了 那出现什么情况 出现大家贪恋今生 不想走了 最开始贪恋今生的 谁啊 皇帝 贵族 这些人 就变着方的 想长生不老 想活的 能长就长 我都不知道 下辈子 怎么投生 我都不知道 下辈子变成什么样 那这辈子 摊上了好运气 摊上了富贵 那我就尽量坚持 能多活一天 就多活一天 从这个角度看 我反而理解了 说 为什么中国文化的核心 是养生 为什么中国人第一目标 是活得长 根在汉代 根是有了钱 有了一点点钱 有了一点点闲 有了一些好生活 大家想一直过下去 皇帝这么想 贵族这么想 士大夫这么想 那慢慢 老百姓 也开始这么想 家里有根葱 就不往外冲 只要没有 大面积的饥荒 没有外族的入侵 我们就一直 高高兴兴的 活下去 过下去 活得越长 越好 活得越长 越好造成了对养生的非常巨大的需求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养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核心 是不是最大的 或许但一定是最重要的之一 即使不是最大的 你说活得特别长是不是一件好事 说实话 我在医院的观察告诉我不是的 活得特别长 有时候自己都非常累 在这个世间该干的事都干的差不多了 肉身又跟不上 能享受一些东西再也享受不了了 甚至还插个管 甚至不止一根管 胃管通过鼻子 下去 这么着可以有点胃肠外营养 甚至还要上呼吸机 除了胃管 可能还有尿管 有时候我看到危重病人 临死的病人 快要死的病人 床周围 我就数 有多少管插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唉 我却想何必呢 我在这里立下医院 我跟周围也都说好了 我绝不上呼吸机 不要做这个事 如果我喘不上气了 那就让我去吧 如果你对我好点 可以多给我点止疼片 多给我点麻药 让我就是去吧 不能快快乐乐的生 至少能快快乐乐的走 这是我的想法 有些人不解 说我观察 你们中国人吃的特别好 我观察 你们中国人对很多事 特别注意 特别是对一些生活上的习惯 你们怎么那么爱长生呢 反过来 我有时候会问他们 问这些欧洲人 为这些美国人 你们怎么那么爱动态呢 你们怎么那么爱所谓的自由呢 就是要冬天 有滑雪的自由 夏天 有去海边乱跑的自由 哪那么喜欢自然 哪那么喜欢动来动去 哪那么爱自由呢 为什么呢 一边是真怕死 一边是真爱自由 可能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各种历史 自然 人文 形成的文化 造成的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 一方人 形成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 又反过来 会影响这方水土 之后 年年 月月 生长的人们 养生 就是我们的 文化 核心 之一 既然 躲不开 不管理解 不理解 让我们 也 好好讨论一下 养生 这个话题 高连呢 是明代人 写尊生八尖 大致 在四百多年前 高连 自身府 杜府的府 号瑞南 浙江 前唐 就是现在浙江 杭州人 约生于 嘉靖初年 主要生活在 万历时期 你看万历十五年 讲的也是万历时期 尊生八尖 说的也是万历时期 万历是明代 相当附数的一段时间 虽然官僚政治 相当的低效和腐败 但是老百姓 民间 以及不做官的这些文人 生活的还算相对愉快 特别是在 附数的江南 高连属于官场上 并不是特别得意的文人 没做过什么大官 但是日子过得不错 自己写写剧本 其实剧本写的一般 但是他编撰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书 就是我们讲的尊生八尖 是中国古代养生学的 集大成之作 虽然他是集了历朝历代 各种人关于养生的说法 自己并没有写太多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理论 但是一 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二 他集得满全的 三 他给出一个相对还算 有金字塔原则的结构 就因为做了这三点 然后把它运出来 然后大家就很喜欢 喜欢点是什么 一 养生 二 集大成 三 省我事 我不用自己去找了 你可以在鸡蛋里挑肉 可以在鸡蛋里挑骨头 可以在汤里捞馄饨 你在尊生八尖中 一定能挑出一些 你觉得 似乎挺对 我就照着这个去弄弄 就这种东西 你是能做到的 在他给你的一碗汤里 挑出点你自己想喝的东西 好了 他还有牡丹花谱 蓝谱 传世 不好意思 没有看过牡丹花谱 没有看过蓝谱 所以高莲 牡丹花谱和蓝谱 写的怎么样 我并不知道 其实我对高莲最感兴趣的 就是两点 第一点 尊生八尖 他如何论养生 乐生和恋恶 另外一个 就是他的藏书 读书 虽然他读书 没写过什么 太了不起的读书笔记 但是他的藏书故事 让我垂言三尺 他家境富裕 隐居西湖 徜徉在山水之间 而且可以在这么好的山水之间 建什么 建藏书楼 建书房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常住山满楼与跨洪桥 收藏古今书籍 还有比这更凡尔赛 更白金汉 更紫禁城的 在杭州那个地方 在西湖边 在山林里 住一个藏书楼 收藏古今书籍 然后翻阅 然后编撰 然后印至尊生八尖 而且他的藏书 多以美好的诵本为多 因之得以博览古今 你看看人家的日子 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 但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 元宇宙的时代 我们有web2.0 正往web3.0奔去 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在 杭州边上有个藏书楼 有个山满楼 但是我们可以在宇宙的一角 在地球上的一角 打开电脑 戴上VR眼镜 我们也可以进入藏书的世界 好了 夸的话 我说晚安 我再一次强调 中国很多古籍是糟博 大家一定要带着批判的心情 批判的眼光 去去其糟博 去其精华 我为什么这么说 高连写的尊生八尖 他时间充裕 在杭州这么美好富庶之地 出来的尊生八尖 里边很多东西 我觉得满业余的 非常不专业 和蓬那些没有高连 这么优越条件的人 那写出来的东西 各位要千千万万小心 这也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说 为什么跟大家强调 要读经典 反复读经典 经典读个两三遍之后 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再去读那些有的没的 这么说 虽然很得罪人 但是我宁可得罪这些写书的古人 甚至金人 我不想说谎话 不想得罪你 我亲爱的听众 比如说 高连列出的十条 劫色欲的延年方法 阴阳好和 皆欲有度 入房有树 对景能忘 勿逆少爱 勿困 欠童 妖艳莫贪 世妆莫尽 惜精如金 惜身如宝 勤服要物 补义下缘 触色莫贪 自心莫乱 勿作妄想 勿败梦交 少不贪婚 老能知见 闭色如仇 对欲知尽 这十条 劫色欲的方法 如果你用上了 你活得长 还是不长 我不知道 但是你生的少 是一定的 另外 我从小就听 什么 西精如金 西身如宝 就是高连在 尊生八尖中提唱 这属于胡扯 从西一角度看 什么一滴精 十滴血 没有任何道理 西精如金 但是呢 真实的情况 是精满择意 你怎么吸啊 怎么珍惜 你这个月的精 也不会留到 下个月去 更留不到 下年去 而且 你精 留长了 憋坏了 有可能 你憋出内伤 也有可能 憋得你 激素水平过高 做出 人神 共分的 那些事 甚至 做出 法理 不容的事 再举一例 高连在 起居 安乐 兼 人事 诸记中 还提了 节育的另一方面 即 特殊 情态下的 性禁忌 认为 大喜 大怒 男女 热病 未好 心产 月经 未经 酒醉 饱食之后 都应该 节育 而不可 交合 实话讲 不要信他 只要 觉得身体 还OK 只要 有兴趣 那就 做 天地 交合 欢乐的 大事情 迎来 宇宙的 大圆满 留下 基因 留下 后代 孔子 也和 也和 万事兴 酒醉 饱食之后 保暖 思淫欲 那就一个字 干 如果 酒醉 饱食之后 不干 什么时候干呢 酒醉 饱食 我确定 不会影响 那一腔 那些 精子的质量 各位听到这儿 有可能会 你站着说话 不摇腾 你在 21世纪 你当然 会对 高莲 指指点点 在 尊生八肩中 出现的 各种 不尽人意之处 指指点点 但是 让你 回到古代 回到 明代中叶 不带着 抗生素 激素 维生素 不带着 CT MRI 不带着 血压剂 不带着 血糖仪 你 你能干什么 你能如何养生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 也当成 规定动作之一 就是这次的 课外作业 如果让你讲三点 养生之道 你会强调 哪三点 欢迎跟我分享 写出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这次作业 我自己来做 我当仁 不让 自己来做 不是站着 说话 不要疼 基于我对中医的 粗浅了解 如果我提炼 两句 中医 养生 我认为 特别对的 原则 也是特别 大的原则 那就是 起居有常 饮食有度 如果非用一个词概括 就是中庸 别过分 不要过劳 也不要过闲 不要睡得太多 也不要睡得太少 不要吃得太饱 也不要太饿 性交 不要过度 也不要不性交 等等 就是一个中庸 在如此纷繁复杂 跌宕起伏的人事 保持一颗平常心 饮食有度 起居有常 该什么时候 做什么事 就什么时候 做什么事 一天 大便一次 小便几次 什么时候大便 最好在这一天 固定的时间里 睡觉 不用太早 不用太晚 哪怕你想睡得早一点 睡得晚一点 希望你每天都这样 这样规律的生活 对你有很多好处 好了 看上去容易 但其实很难 很难 很难 如果让我回到古代 不带一片西药 不带一个西医手术器械 诊疗工具 我觉得我还是能做的相当好 为什么 因为我有养生 秘诀 我下边讲的都是跟西医相关的 但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 也相当正确的 养生三条 听好了 这三条 不用药 不用器械 哪怕现在我带我这个脑子回到明朝中叶 回到高莲写尊生八肩的时候 我还是能够给大家足够的好建议 不带任何药品 不带任何器械 还是能帮助大家 好好的过一生 我下边的这三条建议 是对大家有好处的 第一条 管住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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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最重要 管住嘴比第二条还重要 什么意思 别吃的太饱 特别是当你过了四十 不要吃的那么饱 我们身体的设计 我们肉身的设计 是为了适应 鸡一顿 饱一顿的原始状态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99.9%的时间 人类是吃不饱 穿不暖 鸡一顿 饱一顿的 我们基因编码 我们的设计 原始设计 最初设计 初始设置 是鸡一顿 饱一顿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能管住嘴 在现在这个 三餐温饱 有余的状态下 很有可能 你会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你吃的太多了 你饿的太少了 那好了 怎么管住嘴 什么叫吃的相对不多 以结果为导向 看BMI了 看体脂指数了 具体 BMI保持到什么程度 体脂 保持到多少百分数 各位确定 我就不跟各位 在具体 掰吃了 但如何管住嘴 第一 对自己狠一点 第二 形成一定的规律 也就是说 如果我每顿 都吃半饱 就请你每顿 都吃半饱 最多吃到六七分饱 不要有任何一顿 放开去吃 比如你说 我做五加二轻断食 就是一周里边 有两天 连续早饭中饭 不吃 晚饭相对 能放开点 吃到八九分饱 如果这样 那请你每周 都这么做 都找两天 不要暴饮 暴食 暴断食 也就是说 我这一礼拜猛吃 下一礼拜 我完全不吃 不要这么做 身体是个机器 身体这个机器 希望能够稳定运行 越稳定 效率越高 你使用的时间越长 第二条 迈开腿 每礼拜 锻炼两到三次 每次持续时间 多于三十分钟 别超过一个小时 运动的时候 心跳达到 平时心跳的一倍 比如说你平时心跳 75次 运动的时候 争取达到154 大致这么一个 简单原则 你可以游泳 你可以慢跑 你可以快走 你可以打羽毛球 你可以跟朋友们踢足球 跳一下自己容易组织 以及自己喜欢的运动 对我来说 找人太麻烦了 我喜欢跑步 一周 两到三次 每次 十公里 五十分钟 左右 完成 完成之后 冲个澡 喝杯小酒 吃点 好吃的 非常开心 但是记住一点 迈开腿 不如 管住嘴 如果你 迈开腿之后 食欲大增 你狂吃不已 有可能 你迈开腿 带来的好处 会被你 管不住嘴 完全 抵消掉 甚至 还有 相反的作用 胃口大开 晚饭 吃个火锅 到了 十一二点 肚子又饿了 再弄两包 方便面 吃个夜宵 加点 火腿肠 加点 午餐肉 想起来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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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一直这么想 就违背了 人体编码的 主要原则 记一顿 保一顿 你 虽然 已经到了 现代社会 但你身体 还是 在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里 记一顿 保一顿 是常态 在现代社会 三餐有保证 是常态 那 希望你 一星期 至少 有两天 回到原始社会 记一顿 保一顿 经常体会一下 记一顿 保一顿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 能够 有一种 特别神奇的开心 你饿了一段时间之后 狂吃一顿 哎呀天呀 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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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多喝水 少吃药 什么药都少吃 能少吃就少吃 在你每天睡觉 之前在床边 摆瓶水 在你醒了之后 多喝几口水 你读书的时候 在桌子上 放瓶水 在你开会的时候 手边 有瓶水 想起来就喝 不想起来的时候 也提醒自己 要喝水 我时常怀疑 有些药方 不是药方管用 不是吃药管用 而是 就着这些药 喝进去的那些水 起了作用 所以 有个保温杯 常常 搁包里 这是一个 挺好的 成年人的习惯 挺好的青年人的习惯 挺好的中年人的习惯 挺好的老年人的习惯 也是挺好的 宇宙人类的习惯 不要嘲笑 总有一杯水 总有一杯温水 在手边 是不是温水 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 有一杯水 在手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多喝水 速进循环 只要渴了 只要感觉一点渴了 就喝水 不要怕喝水 多去洗手间 多喝水 就这么点事 打分 给高连打分呢 的确有点难 再难也得做 生活在边缘 我觉得高连 在那个时候 作为一个附加子 做不成官 盖两三个藏书楼 看看书 写写书 编编书 出版点书 给别人出出主意 如何养生 乐活 恋恶 谈不上 太主流的生活 但也谈不上 太编人的生活 0.6分 但的确是我 羡慕的生活 状态 真希望 我如果 在那个时代 也有 他这种福分 去过 他的生活 表达在当下 怎么说呢 的确 他表达了 一个 在当时 非常 被大家好奇的 重视的 一个话题 养生 如何养生 如何持续养生 如何活得长一点 再多长一点 老天再给我200年 是当下 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但我又不想给他一分 给他0.6分 我想在明朝 那个时候 在晚明 还是有 挺多 更有意思 当下的话题 但是高莲 没有 去 找那些难走的路 找了一条 相对的捷径 养生 乐活 恋恶 是 士大夫阶层 是 皇亲贵族 甚至 是稍稍有点钱的 老百姓 都 关心在意的事 他没像余华似的 写一本活着 把所有的惨事 都集中在富贵身上 他把过去 主要书籍里 涉及养生的 集大成 都扔进了 他编撰的 尊生八肩中 也是一种捷径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活着 能卖得好 为什么 尊生八肩 能一直长销 跟 他们抓住了 当下 读者的心理 有很大的关系 战略 做得好 确定 在何处竞争 甚至 比如何竞争 以及 你做战略举措施 是不是做得很好 还重要 所以 于华和高连 是 很好的战略家 恭喜他们 我给他 0.6分吧 有那么多 更有意思的 明朝 中叶 的话题 他选了一个 更主流 更大众 别人更关心 的话题 有点取巧 但是 也的确是 表达 在当下 一分 给0.6分 理解 在高处 我不得不说 理解 能力 一般 智慧 一般 见识 一般 一分 给0.4分 0.6 加0.6 加0.4 总分 1.6分 抱歉 高连 你有了一本 打败时间的文字 但是 我对你 没有太高的 敬仰之情 谢谢你的工作 1.6分 所以各位 养生三条 管住嘴 迈开腿 多喝水 管住嘴 迈开腿 多喝水 阿弥陀佛 祝各位 长寿 长生 养生 养到 长生 不老 这样的 好生 这样的 喜欢长生 这么迷恋 养生 这么想活的酒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特别好的问题 我觉得 要从 不同的方面和层次看 如果 从 人性里边的 动物性来看 想活得长 挺对的 动物的基因编码 只有一个绝对驱动 什么绝对驱动 就是要把自己 所携带的基因组 传递下去 达到 长生 概率最大化 用大白话讲 就是让自己的基因 能够长久的存在下去 越久越好 只有这一个最高目的 没有其他更高的目的 如果想把自己的基因 传得越长越好 那有什么主要办法呢 两个主要办法 一个主要办法 就是复制多次 多次复制 你会看到公猴子 特别想称王称霸 为什么呢 他能霸占更多的母猴子 你会看到 狮子 老虎等等 各种动物 都有类似的行为 都是希望能够 一夫多妻 能够把自己的精子 把自己的基因 传递更多次 传递给更多的雌性 这样雌性才有可能 生下孩子 然后完成基因的 更长久的存在 那除了交构 除了复制 除了死的和熊的 弄在一起之外 还有什么 能够让基因 更长久的存在下去的方式呢 那就是长生 活得长一点 吃得好一点 活得长一点 这样 首先你在你的存在时间里 就能让自己的基因 存在时间多一点 你多活一年 你的基因组 在这个地球上 就多存在一年 你多活十年 你的基因组 在地球上 就多存在十年 而且你要想到 刚才说的 第一个方式 交购 交配 复制 和第二个方式 自己个体 多活一段时间 这两件事 是相互联系的 怎么讲 你个体活的时间越长 从大方向 大理论 大概率上讲 你能够交配 你能够交购的次数 也会越多 时间越长 你有可能机会越多 你活一年 跟你活一百年 一年能够交配的机会 很有可能 比你活一百年 能够交配的机会 要少 少很多 就这么两种方式 所以 孔子说 食 色 性 食 我们为什么要吃饭 其实 不是为了好吃 是 我们要生存下去 能够让自己的基因组 在我们身体里 在这个世界上 多存在 一段时间 我们 为什么 要好色 因为 我们的基因 告诉我们 我们要交配 我们希望 我们身体里的基因组 通过交配 能够传到下一代 下一代 再到下一代 子子孙孙 无穷尽 我想我把我刚才的意思 说明白了 如果只从动性来讲 只从人性中的动性来讲 想活得长 想活得特别长 一丁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 所谓的问题来了 我一直觉得 人性应该 简单的说 有三个 主要组成部分 刚才说的 残存的兽性 有可能还不少 是相当的基础的 本能的人性 就是我们残存的兽性 第二 窄异的人性 比如说 吃喝嫖祖抽 比如说趋利避害 等等等等 第三部分 是缥缈的神性 在我们的人性里 也有一些风骨 也有一些 不为力 不为名 我们也想干的东西 也有牺牲精神 这些都是人性中 缥缈的神性 如果只从兽性来判断 只从人性中残留的兽性来判断 那活得长 活得特别长 活得越长越好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如果从狭义的人性 特别是缥缈的神性来看 好死不如赖活着 活得越长越好 这件事 或许不应该成为 最主要的人类 在地球上的目标 至少我是这么想 活着 不是活着的目的 我反对 我反对这种观点 活着 是在地球上 做一些更美好的事情的基础 我不喜欢 不赞同 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 说到 我不赞成 好死不如赖活着 如果细细打开 我为什么不赞成 一 可能是因为 看到很多生老病死 我觉得 如果生了很重的病 如果已经很老了 如果生下来 是严重残疾 说实话 我不觉得 这个地球 那么值得怀恋 特别是 我们每个人 都有会变老的时候 如果很老很老 与其在这个地球上 盲目坚持 还不如召唤 曾经把我们运到地球上来的飞船 让飞船带我们离开 返回我们原来的星球 我不同意 好死不如赖活着 赖活着实在太痛苦了 完全不如好死 第二个层面 我想 我能体会到一些缥缈的神性 这些神性看上去虚无 但实际上是摸得着 看得见 至少心里能体会到到 如果好死不如赖活着 意味着 你要突破很多底线 你要活得像个虫子一样 你要活得没有一个人样 且不说神性的光辉 那我认为 这种活着 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 所谓的风骨 就是风起来的时候 骨头不让我们做一些事情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所以兽性 人性 神性 最好还是要坚固 养生 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 不是 绝对重要 既然讲了养生 长生 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既然讲了养生 长生 所谓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原因 以及我对养生 长生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我们谈谈 文人 在养生中的作用 士大夫 在养生中的作用 在我的词典里 文人 跟士大夫 是一个近义词 咱们就用文人 来代称 文人 构成 官僚集团 构成 官僚阶层 它起到 成上 起下的作用 原来 读书 是一种特权 读书人 读书 成为官吏 成为官僚 机构的一部分 是第一 唯一 最正确的 一条道路 万般 接下品 唯有 读书高 读书 为了什么 读书 就是为了做官 随着社会 逐渐发展 随着生产力 逐渐提高 随着剩余的物资 剩余的物质 越来越多 用大白话讲 就是有了足够的鱼粮 可以让更多的人吃咸饭 你发现一个现象 在宋朝 元朝 明朝 特别是明朝 中叶 以至明末 文人越来越多 官不够用了 不是说你读书 不是说你很好的读书 就一定可以做成大官 这件事原来可能 现在不太可能了 高度集权的皇家统治 和日益繁荣的经济发展 让一 官不够用了 二 你不当官 也可以当个文人 过上还算好的生活 好了 那这一组不当官的文人 他们去干嘛 去干各种非生产的事情 他可以设计个园林 他可以写个对联 他可以制造一种乡 他可以去当中医 各种事情 各种跟管理相关的事情 各种跟美学相关的事情 各种跟高级一点的生活相关的事情 这些文人当不了官 又摆脱不了封建专制的约束 所以他们一 心里还想有点快乐 二 他们也能够挣个吃喝 那这些文人常干的是什么事 是高连 李渝 这些人常干的事 吃吃老底 也就是说 父辈留下的财富 第二 去干点有的没的 在基本生活之上 在治国精邦之下 这些所谓有的没的 养生 乐生 恋恶 做做这些事 这就是文人在中国社会长期的另外一种作用 除了当官 还可以指导管理养生乐生恋恶 他们转而寄情于山水 忠义于园林 宴赏清闲 脱智充举 在饮食起居 四食调养方面更加注意 甚至为了引转服食的极致 起居安乐的标格 创造了很多之前没有过的享乐方式 发明了无数愉悦心智的雅趣 刚才呢 是相对文族族的说 如果土话家就是吃饱了撑的 没事干 生出了很多好玩的东西 好玩的方式 这就是高连这类人 在中国历史上 对于养生乐生恋恶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尊生八斤就是这方面杰出的著作 第一本即大成之作 但是我说过里面泥沙俱象 乐生恋恶马马虎虎 你可以选择的看一看 养生只要涉及真的疾病 诊断治疗 吃药 你千万不要轻信 千万不要轻信 千万不要轻信 重要的事 说三遍 我想跟各位讲的是三个事情 第一关于恋恶 我能想说的是 根据你认可的讲审美的书也好 根据你看过的大的图书馆 大的博物馆 里边美好的事物 对你最有冲击的那些美物 根据这些 这些当成信息来源 自己买点好的古美术和现代美术 宁可买的少一点 但是买的好一点 与其有很多东西都是一般的东西 天天用的都是一般的东西 不如集中点钱财 买一点相当好的东西 特别好的东西 这样你经常接触的 天天接触的都是好东西 也就是说减少购买的数量 提升购买单一物件的品级 这是我能给你的关于恋恶的一个重要建议 另外关于恋恶的第二个重要建议 就是不要怕损伤 不要怕划痕 不要像我一样有划痕症 坚持用起来 在现代日常生活中 用古美术 把古董用起来 把它当成现在的新东西一样 用起来 第三 在用的过程中 提升自己的审美 耳濡目染 耳病思磨 把它用起来 在用的过程中 提升自己的美感 提升自己的美学见识 而且神教古人 趣味存真 真还是重要的 最开始入古美术古董行的时候 有些做假货的贩子就质疑我 说现在这些仿制的东西就不美吗 我说应该也是美的 但是不是我需要的那种美 不是我追求的那种美 我希望跟古人耳病思磨 我希望能够趣味存真 如果一个真的东西 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真的 如果是一个假的东西 它有些地方模仿的再相似 它也是假的东西 我希望有真的古物 跟我耳病思磨 告诉我古代的信息 是什么 以上就是对恋恶 我对各位的三个建议 再往下说 读中国古术 我的建议是少读中国古术 读一些中国古术的经典就好了 资质重建 论读书 庄子老子等等等等 把这些中国古代经典中的经典多读几遍 远远强于各位去读那些有的没的 似乎对 但是有很多错误 很多意想的中国古术 我怕各位在建议方法论价值观之前被严重待偏 中国文人不求真不务实 意想手欠的毛病根深蒂固 而且相当普遍 各位多多留意 多多小心 特别是在养生类的中国古籍中 有很多非常不靠谱的东西 各位一定要加个小心 第三点 说吃药 我给各位的建议是 尽量少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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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定要吃药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吃药 中国古代有几百个皇帝 有各种统计的方式 大数几百个 里边有相当一个比例 是吃药吃死的 中国古代这些皇帝 除了姚舜宇之外 秦汉以后的这些皇帝 都想长生不老 都想养生以至长生 内担外担 炼丹 外国人炼丹 欧洲人炼丹 他们也炼丹 他们炼丹的目的是炼出金子 炼金术 咱们炼丹的目的是吃下去 长生不老 不是为了炼金子 以为吃下去能长生不老 结果吃下去死得更早 有相当比例的皇帝 是因为吃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丹丸 造成重金属中毒 造成这中毒 那中毒 乌乎哀哉哉 嗷了一声 倒了下去 再也没起来 乌乎哀哉 好了 从常识 想一想 现在的药材 应该比古代的药材 污染还要多 因为水污染 空气污染 各种各样的 潜在的 非有机的 种植方式 我不展开说了 展开说 也得罪人 但我想 从常识上来看 现代的药材 比古代的药材 相对 要差一些 污染 要重一些 而且 古代皇帝 能拿到的药材 应该从常识来讲 比一般人 拿到的药材 要好一些 即使在古代 即使你是皇帝 拿到这些药材 找了当时 或许是 屈指可数的 一时之选的名医 吃了这些药之后 好多人 还是 呜呼哀哉 再也 起不来 你想想 你在今天 以一个非皇帝的身份 乱吃 虾吃 狂吃 莫名其妙的药品 补药 营养品 带着医疗功能的 营养品 你想想 后果 可能 是怎样 所以 建议 各位 少进补 是更好的 养生 希望 我说的这些 大白话 你能 多多少少 听进去 一点 管住嘴 迈开腿 多喝水 尝命 百岁 阿弥陀佛 如果 让你讲三点 养生之道 你会 强调 哪三点 欢迎跟我分享 写出 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